哈喽,大家好,我是坑坑 本期名科人物剧带来的是柯南的老爸 名科智商天花板 著名推理小说家宫腾幽作 幽作看起来就是多了两撇胡子 戴着一副框架眼镜的中年新衣 目前和妻子有妻子定居在洛杉矶 儿子丢给邻居阿丽博士照顾 偶尔想起来了,才会回日本看一眼 顺便帮柯南处理点鸡手的问题 别看幽作外表成熟稳重 年轻的时候也是挺臭屁 为了追孩子他妈,开着豪车在街上飘移打冲锋 柯作现在的社会身份是知名作家 但他早年出道有可能不是职业写推理小说的 或许说理想职业并不是一名小说家 在青山钢厂短片集《彷徨的红蝴蝶》中 柯作与有妻子首次约会 自我描述其职业是私人侦探 内心OS,实际上是名刚出道的推理小说家 柯作和有妻子结身于其小说影视化 有妻子出演女主 小说家的身份自然是毫无疑问 面对心仪的女孩,自身私家侦探 推理小说家和侦探有技能重叠 这么说也能接受 不过这也说明了当一名侦探 是有妻子追求的立项职业 至于有没有真的当过私家侦探 从有妻子积累的人脉关系来看 大概率是真的 木木警官 FBI里的高级官员都是有妻子的好友 而且还认识国际刑警 有妻子在没有去美国之前 没事频繁协助日本公安,侦破案件 能够结识到这么多不同层次的人 没有落地实操处理过案件 单纯凭一个推理小说的畅销作家 没理由能认识这么多刑警 写得好不代表做得好啊 优作除了职业之外 在与柯南他妈相识之前的人生 目前毫无信息 我推测啊 优作以作家身份出道 在与有妻子闪魂之后 私下也确实当过侦探 接受过案件委托 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放弃了理想职业专心写小说 不过依旧和警方保持友好往来 帮他们侦破案件 这里不得不说优作出手 绝不失手 除了一个案子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大叔倒下了 手边还用血字写了个死 大家伙一看纷纷感叹 这不是简单的案件啊 而优作却认定为意外案件 案件的真相优作能不知道吗 只是为了保护小朋友 才没有详细解释 一个寺庙里的小朋友 发现尸体的时候 按照日本庙里的习俗 摆出了个正超度 结果血月随着前天圈的外延 很巧合地形成了死字 优作怕万一有键盘侠攻击小朋友 所以不能也不做出解释 只收拾一万案件 啊 什么有钱又赢又善良的好大叔啊 摆回来 这些优作为什么没有朝着自己的理想职业发展 是单纯的小说写得太火了 不想对不起广大书名 还是成家立业以后想过安稳日子 职业规划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又或者是不是因为得知了什么大消息 为了全家的安全起见 选择离开日本这个是非之地 庆山解释优作想离开日本是为了脱稿 想当年 为了催优作写稿 各大媒体蹲守在他家门口 优作不堪其扰 不喜欢失踪 可怜一岁不到还不会说话的心意 含着奶嘴插着老爸的下落 优作也不只是日本知名作家 人家的作品是畅销海外 哪哪都火 只要是金子 哪里都会发光 只要有优作 哪里就会有催稿 美国也不例外 脱稿这个理由 我觉得多少有些牵强 功能优作这个人身份信息很简单 能量却很大 拥有不小的社会影响力 优作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三点来看并不 第一 从柯南的教育上来看 优作作为家长 对小孩子的想法可谓是相当尊重 那时候上幼儿园的心意 觉得老师不对劲 优作就暗中去调查跟踪 完全不是大人说话 小孩子懂什么的教育模式 令人相当羡慕 要是我有这样的父母 嗯 我也没有柯南这样的脑子 除此之外 优作很是注意孩子的全方位发展 除了唱歌啊 柯南在老爸的指导下 在夏威夷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 小到打麻将开汽车 大到开轮船开飞机等 高难度的交通工具 还不忘提高柯南的武力值 手把手教柯南学会打枪 柯南跟着老爸能学这么多 那说明优作会的指挥更多 这能说是一个单纯作家所掌握的技能吗 驾驶 设计 推理都是特工必备 恰巧优作会的非常专业 也不怪很多人怀疑过他是个特工 第二从柯南变小这个事情来看 优作的反应也很异常 一个知识渊博的高知识分子 怎么会对自己的儿子变小这个事情 丝毫不诧异 正常爸爸应该是白天带着儿子奔波于各大医院 晚上熬红了眼睛 在家查找医学资料 寻找一次孩子恢复正常的可能 结果人优作啥是没有一样 变小就变小吧 于是该吃屎该喝喝 该回美国回美国 这种情况下反倒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优作一早就知道A药 一早就对黑衣组织有过研究 知道这药除了身体缩小外 没有其他致命反应 才能表现得如此冷静 第三从优作的自身条件来看 拥有顶级特工的技能 过人的脑力 以及庞大的社会人脉资源来看 小说家的身份只是为了掩然耳目 实则是在黑衣组织外部 暗中观察的某国际正义组织成员 有人会说啊 想的太复杂了 柯南这么不简单的小学生 青山给他的高级设定 不都得推给他吧 总不能和孙悟空一样 啥都从石头锋里蹦出来的吧 无论优作是何种身份 宫藤夫妇在美国过着神仙日子 柯南变小初期也不例外 直到肥色片中 受儿子之错回到日本 易容成冲石卯和安石头对峙 帮秀依隐藏冲石卯的身份 由此正式卷入漩涡中心 优作在与秀依相识之后 自然然的与这位九场老员工交谈了起来 秀依这就不得不提起 影响整个赤锦家族命运的宇田浩斯案了 于是优作终于和柯南同步了 17年前 宇田浩斯临死前 在镜子上留下了重要线索 Potel Mascara 在此之前 柯南和秀依姐读为 Ascarom 凶手极为浅香 也就是狼母 聪明的老爸发现事情不简单 在信息重新排列后得出 Karosma 由此推理出 黑衣组织的boss极为无碍连夜 早知道优作就快点和秀依聊呀 害柯南白心酷的一千零十几 面对日本不仅财力强于林牧集团 并且相当神秘的反派人物 无碍连夜 但你老爸终于对柯南表现出了少有的关心 啊不兴奋 对于高手而言 没有什么比强大的对手更令人兴奋的 于是优作决定在事情解决之前 不回美国 那新儿子在修学片中 恢复成功成新衣 现身精度 协助破案 失踪人口回归 引起了好一阵骚动 还有人在网上拍了Vlog 说自己看到了新衣 老爸决定出手 儿子又不省心了 组织死亡名单上的人 居然还能活着出现这件事 九场自然要调查调查 二屋仔暗示透受到上级指令 潜入新衣家 在那里 他碰到了早已等候的赤锦秀衣 以及工藤夫妇 然后召开了著名的红茶会议 不出意外的话 在会上 游泽肯定是以中间人的身份 将秀衣原试透当年的无回化解 然后开始参拍 将现在所有人的关系梳理一遍 三方信息同步 强强联合 以上是猜测 具体在红茶会上 三方商讨了什么 还不得而知 大概率也不外乎这些 红茶会后 大家继续当没事人一样 该装死的继续装死 该当二五载的继续当二五载 不过工藤夫妇的回国 被秀占敏锐的酒厂察觉到了异常 生怕神人幽作 之后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于是郎默派贝姐去调查 这对夫妻为什么突然回日本了 贝姐在一通自认为 很聪明的套娃行动之后 认定大名鼎鼎的工藤幽作 不过如此 姐姐想杀他 就是随时 没啥可值得注意的 明科智商天花板 也不是开玩笑的 幽作早就察觉到了贝姐的行动 于是将计就计 装杀成论 让酒厂暂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没有起杀心 不过幽作推断 酒厂将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越看幽作越不简单 帅大叔倒是个什么身份 就只是单纯的脑子豪使 过来帮个忙 我觉得肯定不简单 金奇珍还是武力值天花板呢 咋不见他也搅合进来 幽作可是从之前的不参与 到现在的主动站在漩涡中心 感觉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呢 你们觉得工藤幽作是什么身份呢 接下来的故事会是什么走向 工藤家族又将会迎来怎么样的挑战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